田石竹有一个非常好听的英文名字 叫做Sweet Williams 甜心威廉 不知道这个名字从何而来 但是这么有诗意的名字 和它甜香缤纷的花朵 的确很般配 它的色彩缤纷艳丽 花色繁多 花形特别的像绣球 开起来特别漂亮 每年的五月中型开始 多彩的田石竹 在我的小花园里 开始缤纷绽放 直到秋天 在美国东部短暂的花季里 成为花园里不可或缺的存在 这些两年生的田石竹 一般种下后 在第二年开花 然后枯萎 田石竹非常的耐寒和耐旱 但它不耐热 它能够在零下40度户外过冬 而且不用做任何保护 冰雪覆盖在整个植株上 依然能够傲然挺立 整个寒冬 绿意暗然 真的超级耐寒 它能够耐旱 但却不耐暴晒 如果可以 选择阳光充足 但凉爽的地方种植 田石竹在阳光下生长最快 但适合凉爽的气候 最好每天都能够接受到几个小时的光照 这样田石竹开花更好 如果你所居住的地方气候炎热 应该栽种在有碧莺的地方 它对土壤的要求也不高 随便种在哪里都很容易成活 成年的田石竹能长到30厘米 但它的根很浅 想要移栽或者清除 很容易就拔出来了 如果植株是自拨生长的 它的根很浅 会附着在土层表面 开花时很容易倒浮 如果植株是移栽 它的根就会种得稍微深一点 它的直立性就好很多 开花就不容易倒浮 田石竹的栽种和养护都比较简单 是一种低维护的草本花卉 但是每隔一两年都得重新种 因为它寿命不长 不过虽然它是两年生 它可是又经济又实惠的花园草花 很容易就能够长成一片 是半美花园不可或缺的选择 我花园里的田石竹 是几年前在窝妈买的 九毛九一包的花子来播撒育苗的 一直到现在几年了 从来没有重新再买过 虽然它是两年生的草花 第二年才会开花 开完花后就会枯萎死亡 但是有两种方法可以让它不断地持续生命 一种是你可以采集田石竹的种子 或者让它自己播种 这样每年就会有新的植树啦 第二种是当植树开完花枯萎时 不要把整株拔掉扔了 而是从根部剪掉枯枝 它会从根部发出很多新的小苗来 这样不断地新陈代系 你就会从一代不到一元钱的花子开始 持续拥有新的植树啦 是不是超级划算哦 还有田石竹的花期超长 它在开完花之后 把它的藏花及时剪了 它下面会冒出新的花芽来 然后持续开花 还有这个已经枯了的 这里剪了 它已经接着纸了 看到没有 已经接着纸了 如果你不想管它 它就会自拨 它的纸成熟了以后会自拨 如果你要控制它 你就把它剪了 剪了以后 你要收集纸的话 你可以把这些全部剪下来的 剪下来的藏花 把它放在一边 可以把它放在一个角落 不影响花园的整体形象 等它干的时候 可以收集它的籽 等秋天或者是第二年的春天来播种 你也可以不用管它 让它自拨 等到它长出小苗来以后 你再根据需要 去移栽到你想种的地方 这样你又会得到很多新的植株了 这样年复一年 你的花园里每年都有 色彩缤纷的石竹花绽放 如果你喜欢 就在你的小花园里 也种上一片美丽的甜石竹吧 就这样了 在九个小花园里 然后你会把它帮到 就可以在那个小花园里 剪下 冰 牛 过 最大的 感谢观看